上次送了一張信靈君卡給你 不如就由你講下信靈君是誰 沒問題 信靈君魏無忌是魏超王的兒子 阿哥安尼王繼位之後就封了他做信靈君 信靈君出名禮賢下士 對門客謙恭有禮 所以方便幾千里的士人都爭著投靠他 門客有成三千人 令其他國家幾十年來都不敢打魏國 而信靈君的姐姐就嫁給趙國的平原軍 所以當秦國包圍趙國首都韓丹的時候 信靈君不惜冒險都要攝附救趙 那你又知不知道是哪兩個門客 令信靈君可以順利攝附救趙呢 不如我們一起去魏國找答案吧 幫信靈君攝附救趙的門客 叫做喉盈和珠海 他們雖然只是守門人和屠夫 但信靈君完全不介意 從多次拜訪他們 有一次信靈君設好酒宴之後 親自開馬車去請喉盈 喉盈乘機試探他搶了馬車最好的位置來坐 還叫他兜路去街市找珠海聊天 故意要信靈君和酒宴的貴賓等 但信靈君不止沒有生氣 甚至對喉盈更加恭敬 喉盈這樣做除了是有意試探之外 亦想以自己小人之舉 成就信靈君禮言下事的好明星 真是用心良苦的 喉盈足智多謀就是他想出涉符救趙 當時信靈君勸魏王救趙國 但魏王太害怕巡國 所以不聽他說 信靈君便有召集雲俠 討著必死的血心 去和趙國共存亡 信靈君和守城門的喉盈告別的時候 喉盈表現得很冷淡 出城之後 信靈君越想越不對勞 於是就回去找喉盈 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 不如先聽聽我的計劃 當年你幫魏王的寵妃余姬 補了殺父之仇 余姬一直都想補答你 你可以派他去魏王的沉殿偷兵符 這樣就可以奪俊匪將軍的軍權去救趙國了 俊匪見到兵符 肯交出軍權就當然好 如果不肯 你就怕珠海殺死他 公子你怕死嗎 我哭 是因為俊匪恐怕不會這麼容易交出軍權 那我就一定要殺他了 正如信靈君所料 俊匪不肯交出軍權 於是 朱海就用四十斤的鐵鎚殺死俊匪 其後信靈君帶兵進擊巡軍 成功解救趙國 信靈君自知偷了兵符 又殺了俊匪 魏王實很生氣 就和門客留在趙國 他知道趙王打算刺五座城來踏躍自己之後 露出一副德斥樣 門客就勸他 人家有恩於你 公子不可以忘記 公子有恩於人 就請你忘記他 你涉乎救趙 對趙國固然有功 但對魏國來說 就不算是忠臣 你因為這樣而致命得義 似乎並不可取 信靈君立刻反省 最後謙卑地推遲趙王的好意 信靈君留在趙國十年 秦國就乘機不斷攻打魏國 魏王唯有派人請信靈君回去 但他擔心魏王地仇 所以堅決不肯 信靈君在趙國結識的兩位隱士 毛公和蝕公就勸他 公子能立足於世 都是因為有魏國 現在魏國又難 如果你不理 巡軍連魏國宗廟都易平埋 到時公子還有面見人 信靈君聽完 立刻趕回魏國 魏王任命他做大將軍之後 他就請各國諸侯拜兵救魏國 還親自出領五國軍隊 反攻秦軍 令秦軍不敢再走出喀國關 信靈君真的才得兼備 有義氣又會反思幾個 對出身低微的門客都以禮相待 難怪這麼多人爭著為他效力 不知道最後一位公子春生君 是怎樣的呢 下次我們一起去楚國看看吧 下次我們一起去楚國看看吧 我先回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